走進平林區公所 陣陣茶香撲鼻而來 子親阿公阿嬤聚精會神 緊盯著眼前的茶葉看 雙手忙著把烘焙過的茶葉和茶汁分開 趁著冬茶剛採收完畢 平林區公所特別舉辦撿茶汁比賽 高齡93歲的阿嬤手腳俐落 沒有這種好功夫 可是靠經驗累積的 台灣名料有百項 我三個都很棒 我這一家都很棒 我小時候就幾萬人了 沒名沒這個 沒大沒後都很愛 做得最難好 愛人的錢我求不少 我做不少 檢茶汁比賽除了比速度 更要看挑選品質 對於這些從小 就在茶園長大老公阿嬤來說 再熟悉不過 但說起小時候 疊幫家裡採茶致茶的辛苦 每位長輩都有說不完的故事 與其說是要喚起 平林長輩的兒時記憶 更希望透過趣味競賽 鼓勵老人家走出家門 訓練手眼協調 順便和鄰居畫家長 常常辦活動啊 讓他們多多出來的話 這樣可以 第一個可以預防他們失智啊 第二個的話 對他們的心情也會比較加分啊 就會比較愉快一點 他們現在呢 剛好是可以大家一起出來 聚聚聊聊天 然後回憶以前 怎麼樣來種茶 培植關羽茶的產業 那也可以做一些收紙的運動 平林包種茶遠近馳名 全靠這些茶農對品質的堅持 區公所舉辦活動 邀請茶農第二代陪著長輩一起回憶童年 也希望藉此傳承茶香文化 凱波大台北書為新聞 邱世民採訪報導 第二代陪著長輩